2023年12月31日,数万名狂欢者涌入市政广场,扮演至周边街道,共同参与波士顿标志性的新年庆典,第一页活动。 这场庆祝活动充实了2023年的最后寒冷时光,弥漫着音乐和舞蹈的欢乐氛围。市政厅和周边建筑被五光十色的灯光点亮,炸面团和薯条的香味在寒冷的夜晚空气中飘荡。 市长吴米在晚上登台致辞,标志着波士顿年度第一夜庆典,自1976年建立以来首次在波士顿市政广场正式举办。 我只想说,能够成为这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的一部分,真是一种祝福,一份迷雾。 市长吴米表示,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困难,有时感觉我们正处于如此艰难的时期。 但在波士顿,我试图寻找灵感,我们到处都看到社区正在聚集在一起。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,我们每天都在采取行动,真正成为一座适合所有人的城市。 在舞台对面的市政广场上,家庭们惊叹于发光的冰雕,展现了城市一些最为可识别的地标,并与这些雕塑合影留念。 晚上七点准时,成千上万的人们仰望天空,五彩斑斓的烟花开始在市区露天公园绽放。 整个烟花表演持续了大约十几分钟,有时候通过短暂的停顿来戏弄观众。 最终以一场引人瞩目的大结局结束,赢得了庞大人群的掌声和欢呼声。 今年新年庆典的压轴表演嘉宾是销售百万的嘻哈艺人Sammy Adams。 在他的歌声中,大家一起倒计时。 在他的歌声中,大家一起倒计时。 新年终生敲响的那一刻,人潮沸腾,大家都在乎到新年快乐,期待新的一年有美好的开始。 整个庆典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表达,如音乐、舞蹈、艺术展览等,展示了波士顿独有的文化底蕴。 市民和游客们在这个独特的时刻共同庆祝,传递着有爱与团结的信息,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年。 波士顿2024年的First Night庆典将成为人们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,也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。 在这个欢愉的夜晚,波士顿展现了其不断奋进,包容共生的精神,树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楷模。 面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